的一个练习 这个文字语练习的话大概几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 你们可以试试看除了文字语的这个网站之外 那其他我刚刚有提到的那个其他网站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然后呢把那个 那你不用全部了五个其实你可以挑个一个两个来比较一下 那可以把这个结果把它稍微 就是 当然里面有呈现出不同的结果的图档有没有像刚刚这个地方你要把这个 图存下来的话很简单 这边不是有个下载吗 有没有他就可以帮你把 这个图有没有 直接就变成一个图档 那你可以把这个图档 再插入到那个Google文件里面 变成一个图让我知道 这个这个平台所得到的是这个图 有没有下载这边就有了打开 有没有这个 然后呢其他的平台应该有类似功能 你也可以比较一下你做出来结果有什么差别 所以第1个 你们可以尽量去尝试一下 各种文字 语言所产生的平台 有什么样的差别 但不用全部做 也许你可以试个一个两个 大概 差不多这样 第2的话呢 可以 取 就是取得那个文字类的资料 那我这边其实有放蛮多的 这边不是有文字 文字档 那有这些 甚至古籍 那你说老师你这些都老掉牙的东西 我不喜欢 没关系 你说老师我喜欢是 什么 张爱玲 好了OK 蛮多同学喜欢张爱玲 或者是什么九把刀 OK 九把刀不算古人 OK 反正 只要文学性相关作品 那你想要统计的话 那你其实都可以拿来 那你当然可以说明一下 这个打错一个字了 应该是非 不是那个非 我打成这个非 OK 这就出现这个 不要是老师提供的 OK 这个是 第二个 就是说呢 你们 找一下那个相关资料部分的话 可以是用其他资料 那当然这个资料的话呢 它的形式有两种 一种就是说你可以 Ctrl A C 贴上 或者是你可以把那个档案下载 那可能就是看你们找到的那个 类型 而决定 那但是最后一定要记得是一个文字的 档案 他才有办法 吃这个档 或者是其他平台 反正你就是 试着用别的资料 或甚至说你老师我觉得你这上面 那个 红楼梦也不错啦 水浮转也不错 想要拿来用 也可以啦 只是说最好如果 你有别的想法的话 那你可以用别的资料试试看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说 做个简单的心得吧 你就是在Google 文件上面 叙述一下 刚刚你做的这个心得 不同平台之间有什么差别 这个 第1个 第2个的话 结果呈现有什么 不一样的地方 另外就是说可能说明一下这个心得吧 那再来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说有其他的想法 你也可以把它加在这个 心得里 简单说明一下 那就最后 帮我 传到这个portal上 那就完成今天的作业 OK 这样应该OK吧 那也许 当然最好是说如果 只是时间可能没那么够啦 当然最好我是希望说如果像你刚刚 这个文字云里面 因为你会慢慢编辑他其实会帮你产生一个数量 可是这个数量 有没有一个比较精确的 最好是说可以帮我统计一下 到底红罗梦 人民 人民里面哪一些出现的次数是最多 然后帮我画一个直条图 你说老师那个人民 怎么统计呢 其实很简单嘛 你就在这边打一个红罗梦 其实红罗梦有应该有人 这边还有个什么 人物的关系图 这边不是也有 那你可以发现这边一大堆 那你可以 找出人民的列表 这边也有列表嘛 那你可以把这个列表 直接就拿来 然后呢再去找他们每一个人出现的 次数 甚至他在哪一回出现过 那不就有 所有的资料了吗 这个 这个表可能不太好整理 看看有没有比较 稍微精确的 误谱吧 OK 所以你会发现得这边 居然没有 那大概是这样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机会